整座山就没有了 所以在忏悔夜上过程当中 下面一写也要有耐性 因为你无量节造的恶业 像一座山一样 不是说今天听了六字那名就很好 好 明天我就念 明天山就全部不见 没那么快 为什么 这个山很大 很坚固 常常我听到一些老菩萨 今天有一两位老菩萨跟我说 师父我学佛三十年 五十年 观音菩萨都没有保佑我 我说 shut up 不可以这样讲 这叫傍佛也傍法 观音菩萨没保佑你 你早就不在这里坐着跟我讲话了 了解吗 这是真的 我们修持一定有他的功德 但是很不幸的 告诉你一句真话 你修的功德 敌不过你现在无量节所造的恶业 你说师父我很用功呢 三十年我都努力 三十年再无量百千万一节 不到一秒钟而已 所以你还要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 这就是大乘菩萨道的书胜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这里要学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学大悲观音法门 就是让你生生世世 碰到困难 你都不退转 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你心中有法 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好 所以一灯能破千年岸 常常提醒自己 第二 太阳出现的时候 也会融化千年的冰山 但是要有耐性 请看下面 B 不受十五种饿死 请看经文 观世音菩萨对佛说 世尊若诸人天 送大悲心咒者 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饿死 好 翻过来 请看 十五种饿死 因为时间关系 我念过去 我讲一两个重要的地方 一 不会让他饥饿 困苦而死 所以你放心 念 Om Ma Ni Be Mi Ho 的人不会饿死 那你会说 师父 我很不景气 我都没有钱了 饿死的话 是应该 是你的恶业 但是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 加持你 所以你放心 你只要念六四大名咒 一定会有莲友 或佛教徒 会送饭来给你吃 真的 在新加坡这一点 就做得很好 礼拜六礼拜天 送给老人家的便当 这一点我要公开的 随喜赞叹一下 这个就比做台湾做得好 真的 所以你们还是 很有很多优点的 加油加油 第二个 不为家境杖处死 家境杖就是呢 像鞭打的这个 以前呢 这个监狱里面的刑器呀 第三个 不为冤家仇对死 第三个请画一个记号 很多人都有很多 冤家仇对 害我的 讲我八卦的 最讨厌我的老板 这些什么 念六四大名咒 回向给他 这几天也有很多的 连友来见我的说 师父 谢谢你 我若没有学佛法 没有听到 六四大名咒 我绝对跟他拼了 不过听到你讲 我真的觉得 拼了又怎么样 so what 我真正也呢 忏悔了 我现在真的很 真真的改变自己 然后也回向给他 当人家骂我的时候 我就修忍入人 波流利 很好 这就是很多 连友真心 你感动我 让我这么辛苦 还欢喜 进来新加坡的地方 所以遇到冤家仇对啊 你要想 因为我过去 是害他更多啊 只是你忘记了 你应该念六四大名咒 回向你 冤亲在主 第四 不为君政相杀使 假如各位年轻人 不小心要去当兵的话 那就请你带一个 六四大名咒的佛牌吧 也可以多带一天 送给你的朋友 这是真的 我举个例子 以前我在当兵 我们台湾男生 是要当兵的 我是教书 然后当兵 当完兵以后呢 我才出家的 当兵的时候 我们要站岗 对不对 二十四小时轮班啊 一站要六个小时 或是八个小时轮班 那我们那个地方 外面打靶的地方 都有坟墓 我有一些朋友 当兵的朋友呢 他去的时候都听到 咻 看到奇奇怪怪 我站的时候就没有事 为什么 我拿念珠嘛 我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他说 我觉得 那些鬼都很喜欢你耶 你会不会教我 你有什么方法 我说有 我给你念珠 你相信我吗 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结果每一个人都抢着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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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后来他就没有看到鬼了 这是真的 师父讲话都不打妄语的 这是真的 所以 你在军队里面呢 当然有人很不幸的意外 阿弥陀佛 其实你若听过一个孟参老和尚讲经的话 他讲的话更绝 他说啊 听理想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子弹都有眼睛 不会打错人的 这是庇域啊 换句话说 你在 出兵打仗的时候 不会死的就不会死 真的 你会死的 多兆呢 山洞里呢 还是会死的 石头压下来把你压死了 所以是什么 耶 但是假如你本来会死 你念观世音菩萨 在感应录里面念观世音菩萨 或念六四大名咒 也有专门念准提神咒的 然后呢 他一生都在打仗 但是呢 官位越做越高 因为他心很好 当然出兵打仗是不得已 应该要护国为民 这里我要讲的意思说 本来你有恶业 应该会死的 但是在缘上 你拜观音菩萨 然后你又很虔诚的念 所以因为观世音菩萨的 大悲心加持力 增上缘 让你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所以你这个不会死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你若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念不出来的时候呢 那你可能还是会有意外 第五个 不为财狼恶受残害死 在新加坡好像看不到财狼 只有动物园 第六个 不为毒蛇挽泻所中害 因为在印度 或是佛陀的弟子 都在森林里打坐 或是坟墓间打坐 这些都是会产生的 好 接下来再看第七个 不为水灾火灾 或是在大海里呢 有时候我们有那个 大海外在的意难 或飞机失事 若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整个飞机或整个船 就不会发生意外 第八个 不为毒药所中死 请化起来 很多人现在疑神疑鬼 常常都 尤其是老人家 也有佛教徒 所以我都觉得 有人要毒我 人家好像都在我的东西里 放什么 我觉得我的媳妇 好像对我很不好 常常在主的中药里面 就是放一些毒药给我 其实没有鬼来害你 不要想那么多 假如真正不幸 有被毒药所中的话 那你念六四大名之后 毒药会变甘露 第九个 请化起来 三个记号 不为 古毒害死 在泰国 印尼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很多人有都有来跟我谈过 被人家下咒术 下降头 还有呢 你动不动呢 师父皇王 生成八字 被人家知道 我动不动呢 衣服啊 头发啊 就被拿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 怪怪的 答案 这个可能发生 尤其你去泰国 泰国假如你去旅行的时候 只注意一下 建议一下 你要先检查床底下 床底下如果呢 有放扫把 或绑绳子 或放一些七七东西 那你有权利跟 hotel换房间 表示这个房间 以前发生过其他事情 这是真的 从师叔弟的角度 因为众生业力的显现 所以假如你很不幸的 也有人跟我说 师父啊 很不幸 我这么帅的老公 被人家拐走了 那女妖精哦 我真是想杀了她 她一定放了什么咒术 听好 念大杯神咒 念六支大明咒 然后呢 水给你先生喝 你可以不告诉她 那那位女生呢 你要不要害她 你要生慈悲心 怜悯她 为什么 她被爱情冲昏了头了 那话又说回来 她为什么一定找你老公 答案一定有缘 很可能呢 那个女孩子跟你 这一生的老公 过去是夫妇 所以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缘 对不对 我们在轮回里刚才说过 也当过男生 也当过女生 所以 你也会选不同的老公 跟不同的老婆 所以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 但师父要讲的一个重点 第一 要生大悲心 不可以有报复别人的心 你如果报复别人的话 你念大悲咒就没有效 你要生怜悯心 哎呀 对方真的很愚痴 全天下的老公不找 找一个我这么笨的老公 对不对 你要想 希望她 祝福她 也找到真正有缘 而且心地善良 品德很好的男生 也祝福她 第二个 你念大悲咒 倒在你先生的水里面 请他喝 先生啊 天气热啊 对不对 多喝一点凉茶 喝一喝 他就回来了 可是真的 你可以有智慧 不要告诉他 但不要骗他 好 注意听 孤独害死是真的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给你听 很丑陋的说 希望我讲这个公 这故事 我爸爸会升起一些功德 很不幸我 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家是全部都一贯道 跟民间宗教 从我学佛以后呢 我是第一个正式佛教徒 我出家的时候 我全家的人 外公 外婆 阿嬷 表弟 表妹 舅舅 全部的事 都跑到寺庙来了 二三十个 我的淑公 是一贯道的点传师 他跟我辩论 你是脑筋坏掉 你妈妈一辈子栽培你 我是长孙 我妈妈是长女 所以全家族孙子 我是第一个 我是全家族念书 念到最高的 念到博士的 不是 硕士 继续留学的 所以他还蛮舍不得我 那最后他就跟我辩论 我说我辩书你 我就回去做一贯道的点传师 若我辩赢了 你就欢喜成就我 我让我出家 当然我辩赢了 因为佛法讲无我 可是我辩赢以后 我爸爸还是舍不得我 我爸爸妈妈养我 当然知道我的生辰八字 后来我听我妈妈说 我爸爸真的呢 是去做那个稻草人 上面写圣空虹 这样 没笑 没笑 我爸爸功力是蛮深厚的 还是没笑 所以我出家了 最后就是我出了家以后 我妈妈告诉我 我说当然没笑 我念大悲咒跟普门品 我爸爸的功德力 怎么会敌得我 大悲观世音菩萨呢 水不为古毒跟咒术所害 但是真好 那是我要出家 但是你不用 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 不正当的事情 有人说 大悲咒很好 那我这样 我喜欢那个女生 大悲咒水来喝一喝 跟我走啊 你没有跟他走就不错啦 不可以 心念要正派一点 知道吗 这是真的 好 请看下面 第十 不为狂乱思念死 不会发疯 好 助理 狂乱 现在有很多忧郁症 或精神病 念大悲咒 还有注意 念喝大悲水 水 我们人有百分之七十是水 所以水会灿除你的身体 所以各位老菩萨可以这样 你供佛的时候供个大杯水 不要用供佛的那个水直接喝 这样不供进 那是供养观世音菩萨 然后把它倒在水谷里 一半倒在这里 一半倒在你们全家的 不管是孙子啊 对不对 学佛的没学过 通通都喝大杯水吧 很好 你就这样做 慢慢喝水喝水 你的业力会灿除 你的烦恼很出众的时候 也应该喝大杯水 对 这是真的 出去旅行 也可以念大杯水 大悲观世音菩萨 真是太慈悲了 对不对 看十一 不为山树 崖岸 堕落死 就是呢 不会发生意外 十二 不为恶人 厌媚死 就是坏人啊 或是痴媚亡粮 精怪啊 第十三 请画一个记号 不为邪神 恶鬼 得辨死 有很多人会怕很多 堂基 或是奇奇怪怪的鬼神 其实听好 鬼神会来找你 一定会有缘 只是你忘记了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专心听 因为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时间快要到了 还有半个小时 我还要讲 我还要讲到 第二十页中间 我今天想把第四段讲完 所以请专心听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有朋友 你现在呢 有很多朋友 朋友里面有好的 也有坏的朋友 好的朋友可以体谅你 可是坏的朋友跟你说 翻脸的时候就翻脸了 有时候呢 你得罪的人 得罪了恶人 他死了以后呢 变幽冥界众生 可是他的记忆里 还记得你 所以他会来找你 有时候有些呢 鬼也会来找你 幽冥界 我们讲佛法有六道众生 所以来找你的 不一定是坏的 有些是 他不信落入到鬼道 他想念你 他知道你是佛教徒 可是你忘记了过去世 所以他来找你的时候 他需要你帮忙 所以你对鬼 要真的生平等的大悲心 第二个 假如遇到恶鬼来找你 那也是呢 过去呢 专门找麻烦的这些坏朋友 比如说酒肉朋友啊 或是狐群狗党 黑社会的朋友啊 那其实他也很苦 他也是来找你 你也应该去帮他 而不要有报复的心 我们一般人都说 哎呀 鬼来找我 他是什么啊 他一定是跟你有缘啊 我们无量节有很多父母啊 假如他不学佛 造了恶业 取地藏经吧 地藏经的妈妈是谁 对不对 多路到地狱去 对不对 杀鸡 杀鸭 杀狗 毁谤三宝 对不对 地藏菩萨的妈妈 光木女的母亲 她是不相信佛法 造了很多恶业啊 那你会说 地藏菩萨 他业力这么差 投胎做他儿子吗 不 他是愿力来度他的 所以他的妈妈 到了地狱 恶鬼出生的时候 他很想念妈妈 所以他就拜佛菩萨 最后把他点灯做功德 最后呢 他到了地狱 遇到了无独鬼王 无独鬼王 他问他说 这里是哪里呢 他说大圣啊 只有啊 这个地方是地狱啊 他说我怎么会来地狱呢 他说有两种情况会来地狱 第一个是业力 第二个是什么 愿力 你们不是都中地藏经吗 应该很熟吧 对不对 所以地藏菩萨为什么能到地狱 他是大悲心的孝心 感动了佛菩萨 然后他到地狱去啊 回来以后 他看到妈妈受这么苦 放声大哭 愿我敬畏来即 无量无边的地狱 恶鬼众生的众生度尽的时候 我才成佛啊 他因为大悲愿力 他的妈妈就升到天上去了 所以鬼来找你的时候 不是坏事 不要怕 希望你听完这个讲座以后 起码对鬼会比较欢喜一点吧 对畜生六道众生 你都要生平等心嘛 但是注意听 这里面第十三段是说 有些恶鬼 恶神啊 他深深深深深深深心很重 当他要来伤害你 报复你的时候啊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他不会伤害你 你也可以念六字大明咒 然后他反而因为你念咒的功德力 他也会得到解脱 所以注意听啊 讲这十五段恶死 不是只要有报复的心 反而是要有清静的心 跟大悲的心 这样了解吗 接下来 十四 不为恶病缠生死 也请做个记号 很多连友说 师父我病很重很重啊 有一个连友来见我 他可能今天没有来 因为他病得很重 我说呢 你生生世世都杀生啊 他吓了一跳 对啊 你杀了很多生啊 所以你有恶病缠生啊 那你要忏悔啊 那你要念大悲神咒 好 再看十五 不为非分自害死 就是呢 反正呢 各种凡事不如理 不如法的 非分呢 自己害的或别人害的 你通通都可以避过 为什么呢 这是受持大悲神咒的功德 不被如是十五种饿死 再看下面 得十五种善生 请看十八页第九行 一者所生之处 长逢善亡 二 常生到善国 像各位生到新加坡 你过去念过大悲神咒 不过太混了 念一点点而已 对 各位能够生到新加坡 都是你过去生修来的 常生善国 这里善国有广义的 也有狭义的 广义的是指 衣食丰足的国家 狭义的是什么 是指有正法的国家 那你现在又身在这个好国家 又闻到正法 当然很好 第三 常指好时 好的时段 好的姻缘 第四 常逢善友 也有人会问我 师父 我常常做生意 要被人家倒会 被人家骗 我都遇到不好的恶友 为什么 那是你的恶业 你要忏悔 念大悲咒吧 念六支大明咒 慢慢慢慢呢 在生意上 在学佛的道路上 你就会遇到好的 同参道友 第五个 身根常德具足 是指不会有残障的情况 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 的确有一个男生 很不幸呢 他出生的时候 没有生殖器 就像太监一样 他一生呢 真的很丢脸 没有自信 他也没有结婚 可是呢 他很虔诚 他一生就很希望 然后他就很认真地念了 十万遍大奔神咒 就变成真正的男孩了 这是真的 我不用描述细节 这样子 因为细节你们都很清楚 所以身根常德具足 但是身体有残缺的话 的确没有办法出家 不是佛侵蚀你 而是身体有残缺 你出了家 我告诉你 是会真的比较不方便 你也很难呢 跟僧团一起生活 所以假如你出家有障碍 是因为身心不具足 你也可以念大悲神咒 第六个 道心会越来越纯熟 第七个 请做一个记号 不犯境界 尤其不犯杀盗淫忘酒 根本重见 假如你以前 烦恼习气 动不动就容易杀身 动不动呢 就跟人家劈腿 或外遇 那有很多原因 最重要的是你的烦恼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来诱惑你呢 不诱惑别人 那是你的恶业 你就忏悔 念大悲神咒 慢慢慢慢 你的心清静 你烦恼淡的时候 你就不会破戒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第七条 请获一个记号 不犯境界 甚至呢 你前面讲过 如果在家出家 破了比丘 比丘尼四重罪业呢 你也可以念 大悲神咒 得到戒体清静 第八个 所有的眷属呢 会非常的恩爱 很和和 就像唯摩洁 居士的家庭一样 第九 知才风足 知聚才时 常得风足 所以你会觉得 很多人现在 全世界工作都很竞争 讲白一点 你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原因 一 最根本是 你的福报真的不够 真的福报不够 第二个 你要有不断学习的心 第三 你要改你的脾气 有很多人来见师父 说师父啊 你可以教我念经啊 念奏 我跟他谈一谈 我说你脾气若不改啊 连我都不敢用你的 你的脾气要改啊 要不断地学习 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原因 有表层的 有根本的 根本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福报不够 修吧 接下来 第十个 恒德他人 恭敬皆福 别人看到你呢 都会生欢喜心 不管在家出家 你走到哪里 你得到老的时候 大家都很欢喜 各位有没有观想过 假如我老了 对不对 老呢 佛教有一句话 越老越是宝 老为什么是宝 第一个 你要有羞耻 第二你要有智慧 你要有品德 对不对 假如你老的时候 大家都不喜欢你 对不对 那你不觉得很孤单吗 所以 我觉得佛弟子 对于老菩萨 应该多观观心 因为我们也会老 知道吗 对不对 假如你老的时候呢 是拿个拐杖 流个口水 衣服臭臭的 人家不喜欢你 那不是很难过吗 所以做年轻人的时候呢 就应该多关怀老人家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较一个具体的例子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 是要重阴 在台湾现在坐 Subway MRT 都有特殊的位置 叫Priority 给老人 孕妇 生病的人 或残障的人 有一次 我也坐MRT 突然看到一个年轻人 坐在那边 睡觉了 累了 结果很多人上来 有一个老太太 拿着拐杖 就站在她面前 大家都站着 师父也站着 我年轻嘛 我站着念奏 然后呢 我就动个念头 我想 我应该不该 劝劝这位年轻人呢 换个座位 给这个老人家坐嘛 我想 我就念了三声 Om Ma Ni Be Mi Ho Om Ma Ni Be Mi Ho Om Ma Ni Be Mi Ho 念完以后 我再跟她讲 年轻人啊 对不起啊 师父打扰你一下 给你一个小小建议好不好 对不对 很多人啊 你前面有一个老太太啊 你可不可以让位子给她 她看我 你这个错和尚很烦耶 我补习很累 你知道吗 昨天没睡好啊 她老啊 她不会叫计程车啊 干嘛来挤MRT呢 就睡着了 哇 我吓了一跳 全车厢的人都看我 Om Mi Toh For Shifu 我吓一吓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众生是很难的 忍恶诸众生啊 在她来讲呢 她就很烦耶 你老人家不会去坐计程车啊 所以可见说什么 她没有想到她自己也会老 了解吗 你平常的时候没有让老人坐位的因 你老的时候也没人会让你坐位给你的 这个地方我在新加坡观察到 好像新加坡可能是多元文化 多种族吧 也没有特别强调 当然也有 不过呢 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我们真的都会让位子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会老 你知道吗 当老的时候啊 这样车子一直摇一摇 她一跌倒的话 腿也会断啊 也会撞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多给人家一分关怀 这个才叫真正的大悲心啊 所以你要想 大悲心有没有在你身口意上去流露啊 不是只是嘴巴念念 我妈你被咪哄而已 当然念很重要 念进一步要引发你对众生的慈悲 后来我也没有讲话 后来师父做什么 我坐在那边看着他 我观想 我妈你被咪哄哄哄哄哄哄 然后我就下车了 拜拜 谢谢 我要不用拍掌 谢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用跟他辩 因为他已经骂了 臭和尚你很烦耶 那我想 和尚都很臭吗 对不起 我天天有惯醒 应该没有吧 所以看这里 就是说你要 请看第十条 恒德他人恭敬扶持 不是要求别人 而是你也要重 恭敬扶持的因 甚至以大悲心帮助众生 那别人看到你啊 都会很欢喜的 对不对 假如你老都是很孤单 没有朋友 有没有怜悠 那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各位 要真诚 主动的关怀你的家人 关怀你的朋友 不管他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真诚关怀 怜悠 这样你会得到 很多好的善果 十一 所有的财宝 不会被人家偷 不用担心 那不小心被人家偷呢 那你要注意 现在的社会也很复杂 那你万一说 师父我住的主屋呢 常常被人家偷 念大悲咒 洒大悲水 真的 你们又以为我开玩笑 我现在讲真的 洒大悲水 你自己可以念啊 念七遍大悲神咒 然后洒 然后小偷来看的时候 我看到 哎呦 你家有天龙八部 他就走了 十二 亦遇所求 皆昔春碎 你所求 绝对满你的愿 因为我们世间 所有的祈求 是很多的 众生无量无边 所以他的心无量 所以他 在经文里面 就用这句话 亦遇所求 都满你的愿望 十三 天龙八部 善臣 恒常拥护你 昼夜拥护你 所以尤其是有些女众 很担心说 师父我一个人旅行啊 或到黑暗的地方 不要怕 大声念 去坟墓也没有关系啊 你就念吧 所有的众生得到利益 十四 所生之处 一定会见闻佛 见到佛 而闻到佛法 十五 所闻到的佛法 你不会产生邪见诽谤 而且会得圣生的体会 叫物圣生意 若有众生 受持大悲心 陀罗尼者 得如是等 十五种善生 下面请画起来 一切天人 阴长颂职 勿生懈怠 勿生懈怠 请画起来 意思告诉各位 不要三天再往 一天打鱼 你要用功念 有一个联友 问我做功课的问题 师父 师父 我若在常驻送大乘经典 送了一天以后 回来很累很累 回家没有时间做功课 持咒 持佛号 这样可以吗 答案当然可以 但是这回答有两个角度 第一 从大乘的角度是可以的 因为你在寺庙里面 参加法会 诵经修持 你身口意 就是扯跟佛法身相应 当然很好 你回家以后呢 真的很累 又要照顾家人 当然你就可以 洗个澡 发个愿 点个香 就回向 回家睡觉可以 但是 假如你修东蜜跟金刚秤 就不可以 因为东蜜跟金刚秤 你会有誓言 叫三昧爷戒 比如说 你受一个上师的灌顶 他跟你讲 不管你再怎么忙 你这辈子 每天都要给我念 一百零八遍 六字大门音咒 这叫三昧爷戒 三昧爷戒 来自于上师的要求 那你说 我今天很累 累了也要念 才可以睡觉 这是指金刚秤跟东蜜 我得回答你 大秤的话 当然OK 因为没有人强迫你 是你自己 为什么有不同呢 是因为你的怨心 所以听好 新加坡人跟台湾人 跟西藏人一样 都喜欢汪古鲜 灌顶 灌顶当然是很殊胜 但是不要乱乱灌 我是跟你讲真话 因为每个灌顶后面都有 Sammaya 誓言 Promise 除非你的上师是很慈悲 说 哎呀 各位大家很辛苦啊 我的三昧爷戒 就是你要有保留菩提心 那就OK了 假如你在这佛菩萨面前 发愿说我要念多少的遍呢 你没有念完的话 是不太好的 观音菩萨不会惩罚你 但天龙八部呢 会拿金刚柱教训你的 因为你是一个不好的学生嘛 你自己答应的没有做到 所以在东密跟藏密里面 有三昧爷戒 听起来很严肃 所以你自己在发誓言的时候 自己要考虑 在大乘里呢 比较没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你在法会 在寺庙做义工 回来呢 起码静坐一下 念念六四大名咒 起码练108个 108个很快的啊 但是心不要急 睡觉了 不要这样 真的就用师父教你的方法 心静下吧 好好的念 想轮回那么苦 我要是现在断气了 那我就没时间修行啊 虽然累了一点 好 然后用功修持 可以的 没问题的 你的心很重要 好 接下来看第五 同共发心 心愿行解 西同观音 请看五点一 大悲心的十种相貌 大悲心陀罗尼经指出 念大悲咒的行者 修行人 要修下面十种心 请坐五个心心 五 star mark 要背起来 我这次要求你们背两个 一是第十六页的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之一戒法 十六页的十四行到二十七行 背起来 这个并不难 为什么要背起来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你没办法 哦 等一下 众生我回去翻译一下 怎么发愿 没有 第二个要背的是 十八页的第五点一 大悲心十种心 你要用这十种心 来检查我自己 念大悲神咒 到底有没有进步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 请专心听 一 大慈悲心事 你慢慢的修大悲 座跟六支大明座 你心里会越来越慈悲 看到很多众生 心会变很柔软 然后很感动 不过不一定要常常哭 哭那么多干什么 哭虽然是一个善根的表示 但是常常哭也不太好 假如你去读楞严经 哭太多会变悲魔 也就过度执着是不好 第二个 平等心 请做一个记号 第三个 无违心 无违心就是呢 没有能锁的对立 第四个 无染灼的心 像莲花一样 出污泥而不染 待会我会换图片给你看 第五个 空观心 空观心请做记号 这个比较难修 但是你要常常慢慢想 想一切都不是真的 像梦一样 没有实体 第六个 恭敬心 我昨天讲过 整整念大悲神咒的词会越来越恭敬 不会傲慢的 第七个要谦卑心 悲下心 第八个 无杂乱心 你常常念六支大明咒 修止观 你的心就不会那么乱 以前很乱 现在会慢慢的 你会心宁静一点 你会心宁静一点 第九个 无见取心 就是没有错误的见解 而有各种的直取 待会我会解释 第十个 你深深事事 不会忘记菩提心 看幻灯片 第一张 平等心 我用了太阳出身 你看太阳一出身的时候 蓄日东升的时候 三河大地 所有的东西 它都照了 它不会说 我喜欢的就不照 不喜欢的就不照 可见平等心 真的很难修 我自己很好要 补贤十大院 我走到哪里 也弘扬这个法门 这是我的愿力 因为华严经 是金钟之王 其实金钟之王里面 最难修最难修的 是十大院的第一个 平等心 好好去体会吧 第二四个 无染灼心 佛门里面常常 我有没有用莲花 听好 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 莲花不可能呢 剪掉以后 擦在水瓶里 很干净的水呢 三天它就枯萎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既然夜跟烦恼 而投胎在来 这个世间 躲也躲不掉 你要利用 所有一切的顺境跟逆境 都来帮助自己修行 虽然我刚才说笑话说 跌浪是很复杂的 右边是净土 左边是这个六道轮回 对不对 就在一线之间 马路之间 但是啊 假如你在 给浪这一区能修啊 你会变成菩萨 摩赫萨 所以给浪有很多佛堂 不管这是政府的意思 或世俗的因缘 但是你要勉励我自己 要向莲花而出 无泥不染 控制自己的念头很重要 不要去排斥 你不可能去完全放掉 然后呢 到Malphavor 去买个别墅修行吗 不可能吧 你不可能离开你的工作 你也不可能躲避你的家庭 你要欢喜心去接受它 面对它 这样子才叫做无染灼心 了解吗 要常常想莲花的比喻 接下来再看 空观心 空观犹如虚空的彩虹一般的显现 空性是很深的 的确 南传也有讲空观 大乘也有讲空观 大乘呢 不同的宗派也有不同的空观的修法 在金刚乘 大手印里面呢 恰恰千波里面呢 也有修空观 所以它方法不一样 但是注意听 什么叫修空观呢 我教两个好了 一 一切像梦一样 第二个 一切没有一个是真的 写下来 一个像梦一样 第二 是没有一个是真的 举一个例子 你们最喜欢的马票 假如现在你在做梦 突然发现 有一天呢 我签了四个号码 在梦中啊 哎呀 好高兴啊 我今天中了第一特奖 请问新加坡第一特奖多少钱 啊 有 有 有多少钱 新币多少钱 啊 一块中两千 一块中两千新币 我是说最高最高的 在我们台湾啊 中那个马票 最高有一亿台币耶 一亿台币的话是 应该是五百 五百新币 五 不是 五百万新币 五百万新币 好 我现在用这比喻好 没关系 这是个屁语 小约你梦中 现在梦到了自己呢 去签啊 六合彩 四个号码 很高兴的 结果一打开 啊 我中了五百万新币啊 那你梦中不乐死了 对不对 一定非常高兴 对不对 结果呢 你就很高兴的呢 去这个政府组屋 还开一个 B&M的 开一个很旧的这个货车 然后跟朋友借 然后就开 然后去领现金 Cash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 全部车子都装满了 新加坡的新币 你非常高兴 对不对 因为太高兴了 一直开一开 没有看到红灯 结果一撞到以后呢 发生了火灾 全部烧光了 那烧光以后 你一定很难过 对不对 那难过了 吓醒了 请问 那 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呢 啊 认为真的请举手 认为假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可是我再问一遍 梦中里 他是认为真的吗 在梦里 真的 那么那么高兴 还借一个旧的车去 还去领Cash 对不对 还唱着歌这样子 在梦里 他真正当真的了 他真的认为他中了呢 五百万新币啊 可是很不幸了 因为没有看到红绿灯 所以发生车祸 车祸的时候 消防队来的时候 结果五百万新币的Cash 全部烧光了 结果请问 醒的以后呢 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很好 你们都会打 那我请问你 你现在看到的都真的吗 有人说真的 有人说假的 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都是真的吗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你确定现在看到的是真的吗 那你就会有点 confusing 假如是假的话 你回去 老公请问你是真的还假的 是不是 好 注意听 我们现在的看到 就像在梦里一样 你自己的期望 你把它当真的 你自己期望 真的把它当真的 我的老公啊 我的老婆啊 你因为把它当真的 所以当你的家人 失去的时候 你放声大哭 你哭得很伤心 可是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夫妻 只是来演一场戏而已 走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难过 所以讲空性的教法 不是否定外境 而是断除你心中的执着 我再讲一遍 讲空性的教法 不是否定一切外境 而是要断除你心中的执着 的确 那个只是暂时的而已 尤其当你成佛的时候 回到看 过去无量节 也在天上做过美女 也做过大饭天王 也在人间新加坡住过 也当过地狱 恶鬼 畜生过 你会觉得吗 就像放录影带一样 当时你真的把它当真的 可是当你成佛的时候呢 其实就像梦一样 所以事实上 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这是真理 我现在要告诉你 所以你要想梦境一般 没有真 不是真的 所以注意听 我举个例子告诉你 比如说你现在念 Om Mani Be Mi Ho 结果那回去呢 上了这个所谓MRT Subway 我现在好好用功啊 今天功课没做完 突然有一个妈妈 带了一个小朋友 其实你还是把它当真的 对不对 很好 起码你没有骂恶口 也很好 但是我告诉你 从轮回解脱的角度来讲 你功夫还不够 接下来注意听 什么叫懂空性 怎么修 专心听 很重要 就是当你知道空性的时候 你知道一切都不是真的的时候 是梦的时候 刚才你都答了 在梦中里面的 中马票都是假的 可是现在呢 你还是很容易的 把它当真的 因为我们习惯了 生生世世的习惯 从无量节轮回的时期 我们都觉得是真的 好 这时候师父教你一个方法 注意听 好 我就用哇哇的声音 来训练我 能不能念 不要去听外面的声音 看自己的念头 念完以后你会发现 外面的声音 不会干扰你 那就恭喜你 你真正开始进入了空观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一个我的念头 我现在要赶快终过功课 再不过做功课完了 我今天没有时间 突然又遇到一个逆境 其实那个妇女抱哇哇进来 她并没有朝你做功课 哇哇哭了 有时候也是自然 天气太热了 生病 哇哇怕没有动二年 都对不起啊 我今天念 我哭呢 是故意 是不让你做功课 她都没有 可是注意听 这个声音是空性的 但是你有一个排斥心的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 哎呦好吵哦 你就会觉得呢 我要换位置 其实那一年你失去了大悲心 了解吗 不要躲境界 你就用那个声音来练习 看自己你的内在的念头 因为嘛 你现在啊 觉得哇很吵 对不对 哇哇哇很吵 当你死的时候啊 妈 爹啊 娘啊 不要走啊 那更吵的 是不是 那时候你是会肝肠寸断的 心都会碎的 所以你不从这个声音训练 你怎么叫做 般若波罗蜜呢 照见五蕴皆空呢 有很多很多方法 听好 空性有很多法师讲 但我现在是说 把空性跟六字大明就结合 因为它是大悲心的一种显现 就是你慢慢会觉得 哎 这些东西都没有是真的感觉 甚至呢 你一个人在Archel Road逛街啊 你都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很好 你不是疯掉 是你 心中不受外境影响 但是你的心 不会恐惧不安 很宁静 有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这个世界啊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很好 这是你的心很宁静 碰到逆境来的时候呢 然后呢 那呢 你要不要躲 就用那个逆境修空观 第二个例子 注意听 有些人有 听 有些我的学生 师父每天要念 不先行愿品 上了课 现在呢 上了课 要去金色 很高兴啊 学生啊 坐捷运来啦 要念普贤行愿品 一上车 碰到两位男女 I love you so much You love me too 两个人就坐在他面前 kiss过来 kiss过去 他开始要念普贤行愿品 他们俩就 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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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这时候请问你 你动什么念头 赶他们走吗 换位子吗 不 不要走 你就在看一个 love me love no 的情况里 能不能念普贤行愿品 因为灵命中 你投胎的时候呢 你就是会看到 众生都在呢 欢喜的当中 你就投胎了 投胎到畜生到的时候 就是看到众生 在做爱的时候 你欢喜 你就投胎了 你不要去排斥境界 你要训练境界 这时候 我能不能念普贤行愿品 没关系 你就念 你可以出一点声音 耳时普贤菩萨 普观十方 耳说既曰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生语 亦一切片里 净无余 你就这样背 然后自念自听 这时候外面的声音 不会干扰你 第三个闭语 注意听 你现在听师父讲经 你还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 没有吗 你耳朵有问题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妹妹你听到什么声音 L condition 对 你看 有没有 吱吱吱的声音 可是你想看看 那个声音会不会干扰你听经 不会 其实这个吱吱的声音 已经响了两个小时了 你知道吗 当你很在意的时候 它就会干扰你 当你很专注听师父讲经的时候 当然了 师父讲经很精彩 还有body language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那个声音没有干扰你 因为你不执着它 这就是公关的修法 知道吗 信念不要往外跑 收回来看自己的念头 所以下次碰到人家骂你的时候 太好了 阿弥陀佛 我就开始 我妈里妹妹 你还以为了不管它 所以我曾经教一个方法 假如你看到人 你会发起脾气的话 你说对不起 给我一下 你也可以方便愿意 sorry I want to go to toilet 跑到厕所里面 把你的称心降服了 你再keep smiling 再出来 这是一个方法 试试看 这是真的 新加坡很多厕所的 不知道什麼 可以練習 你就是說 假如你可以在境界裡面磨練 你就不要離開境界 萬一這個境界真的讓你干擾的時候 你轉移一下空間 譬如說老闆現在你知道 老闆明天真的要來罵你 他今天要來罵你 那你就微笑一下 老闆你可以給我五分鐘一下嗎 你做什麼 我去洗澡進去 大悲觀世音菩薩 念完出來以後 你的心會很平靜 縱使他講了很重的話 你不會呢 Too emotional 了解嗎 也不會變太情緒化 假如你不控制你的心 老闆現在罵你 你一定說有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拼了 老娘跟你拼了 I quit 那你就沒工作了 所以改自己的脾氣 調伏自己的心很重要 關鍵在哪裡 你把它當真的 你覺得我真的受傷了 所以注意聽 師父所有講的心地法門 是要你轉你自己的念頭 我沒有否定外面 我也沒有否定說 你的老闆真的很不好 你的老闆真的講倉話或粗話 或是故意欺負你 我都沒有否定 但是so what 重點你沒有去轉變你內心的心 所以偉大的大悲觀音法門 當你能夠調伏你自己的心的時候 注意聽 你會把它當成這是來磨練我的 那老闆會覺得 嘿你這個人喔 yeah very good potential 有很好的潛力 值得磨練 這種員工吃了苦還能夠這樣子磨練 其實搞不好你會升官的 升官的時候別忘了 要謝謝我 阿彌陀佛 開玩笑 這叫空關心 不要把它當真的 常常想這是夢的 想不起來就想 師父想的 夢中中了股票 這個例子 有什麼東西好治教的呢 慢慢慢慢你訓練的時候 真的注意聽 不是白癡 而是好的東西 以前我們非常高興 too happy 難過的呢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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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ppointed 所以你永遠落在兩邊 極端的快樂 極端的悲傷 所以你的心永遠像哪裡 看這裡 像鐘板一樣 都在這裡 所以你很痛苦 輪迴為什麼覺得很苦 因為你沒辦法控制自己的心 現在我要講的重點 是要讓你不要那麼苦 擺得少一點 在正中間 好的時候也不要太高興 難過的時候也不要太傷心 不過不可以變成一疲天下 無難事饒 那不可以 那吃虧的會自己 你會破壞自己的善根 師父要教的事 跟你分享的事 遇到任何境界的時候 讓你的心保持平靜 平靜不來的時候就念 大悲觀世音菩萨 加持我吧 大悲觀世音菩萨 加持我吧 然後你就專心念六次大名咒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你的心就會越來越平等 越來清靜 最后慢慢你就會進入空觀的心 這是很重要的 最後再看 無見取心 很漂亮 這是日本 東京 應該是京都 对不起 京都的 京閣寺 有三層 中間第二層就共大悲觀世音菩萨 京閣寺取名於跟中國五台山 我前幾天講不空三丈的故事 在五台山他建京閣寺 那日本人在唐朝的時候 派大量的人出家中來中國學佛法 所以現在日本可以看到唐朝的文化 我用這張照片是我朋友給我的 你看很美吧 水中的道理 可是假如你現在觀想一下 假如你的手可以伸到底下去撈 你撈得到樹嗎 水裡的樹嗎 你撈得到水裡面的京閣嗎 聽說這個京閣是全部用黃金 打金箔貼上去的 成為世界文物 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日本人呢 對於寺廟呢 設計得很好 而且請最高級的 所謂的庭院設計師 所以日本的寺廟呢 很有中國唐朝的風格 有空如果你去日本的話 不要忘了要去金閣寺 去高野山 去銀閣寺 我用這張圖片的時候 你看 外面的景象 當它倒在水裡的時候 犹如寧靜湖水的倒影的時候 水影雖然很美 但是是假的 所以回去想一想 真善美 美的東西一定真的嗎 不一定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都喜歡 漂亮的 舒服的 當然我們碰到不漂亮 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就會生起煩惱 這講無見取心是說 見取心就是說 執著是它真的 然後呢 像執著水中的倒影一樣 然後去批評或攻擊 其他宗派的見解 這叫見取心 反過來講 無見取心的話 就是當你念大悲 觀世音菩薩的咒语的時候 念的時候呢 你就知道一切法門是通達的 你就不會生起执著心 這是我要講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深的 我重複一下 2.平等心 4.無染灼心 5.空觀心 9.無見取心 這個呢 都是我們要再進一步努力的 至於其他的心 我相信你都已經很努力的在修了 好 再看下面 讓我講到5.3結束 我們就回向 請看5.2清淨平等心 18頁第23行 楞严經耳根源通章裡面說 觀世音菩薩當他修大悲觀音法門 而且是修耳根 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呢 耳根最利 這裡沒有大器 好 沒關係 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 耳根對立 五所二世的眾生呢 我們有色聲相畏觸 但是假如我敲一聲慶 比如說這樣敲 你看 我相信最後一個同修都會看得聽得到 對不對 當然也有露營的設備 三樓跟五樓的同修也聽得到 就算你閉起眼睛來 你看還是聽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眼耳鼻舌的聖意裡面 聲音超越時空的障礙 寺廟敲一聲鐘 咚一聲 很遠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到 那觀音菩薩深深是修的 所以梵音海曹音 聖筆世間音 他就是修耳根源通 耳根源通真的很深 他必須要有禪定的基礎 這耳根源通章裡面 並不是對初學說的 所以 他下面的經文會比較深 老菩薩如果聽不懂 不要介意 忽然他在一念頓超 世間跟初世間都融為一體 十方圓明就在一念的心中 大悲觀世音菩薩 在耳根源通章裡面 正道 如同八地不動地菩薩的功德 一者 上者和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本妙決心 與同樣諸佛如來 同樣一樣有大慈大悲的力量 慈代表 給予眾生快樂 諸佛菩薩永遠是給眾生歡喜的 所以他的心同十方一切諸佛 所以十方諸佛菩薩呢 都為大悲觀世音菩薩灌頂 叫大悲清靜法門 接下来第二个 那一刹那在他的心中 也一刹那下與十方一切的六道眾生 注意聽 十方一切六道眾生 那當然也就包含著我們 其實我們也曾經被 觀世音菩薩放光照過 只是你忘記了 你不記得而已 你若沒有被觀世音菩薩照過 你在生生世世裡面 不會歡喜地來修這個法門 當然也不會有今天的因緣 你來聽這個經 事實上 我們都被觀世音菩薩放光照過 但是我們被他照過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是人道的生 可能有時候我們是畜生道的生 也可能是蝴蝶 也可能是鳥 也可能是佛出世的呢 突然呢我們是一個猴子 看到佛呢 我供養你 跑個猴子然後就跑掉了 任何一種眾生都可能 但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發怨的時候 下與十方一切六道眾生呢 與諸眾生同意養悲 眾生是頭由下往上養的 而祈求佛菩薩救度我 所以觀世音菩薩有悲心來幫助你 這裡面說明的是什麼 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心中啊 永遠是跟一切諸佛 一切終生是平等無差別的 哪一個例子可以呢 最譬喻的舉例呢 請看一張圖片 看這裡 月亮 雖然我想饒益眾生解 千江有水千江月 我用這月亮做比喻 天上現在有十五的明月 對不對 在無量無邊的世界裡 只要有水的地方 比如新加坡 對不對 哈巴弗的港口 水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月影 對不對 你家裡呢 你做個實驗 假如你拿一個水桶啊 跑出來有月亮的時候 你放在底下 水桶也有月影 新加坡也有 台灣也有 全世界地方 有水 有湖 河流的地方 都有 皎洁的月影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天上的月亮 有沒有掉下來 沒有 你確定 好 那請問 天上的月亮 沒有掉下來 為什麼一刹那之間 有這麼多月影呢 月影從哪裡來 糟糕 上師父的課 很傷腦筋 對不對 動動腦 所有的月影從哪裡來 刀影 英文叫reflection reflection of the moon 掌聲鼓勵一下吧 這個小朋友很有善根 當然你們也知道 可是你們不好意思說而已 對 注意聽 就是 當這個月亮 是因 顯現 有水 是圓 月影 是果 它就顯現了 所以因元國顯現得到 它自然就顯現 所以注意聽 這個段很重要很重要思维 所以為什麼說 當你有苦難的時候 你發生火災的時候 你念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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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āni Bhai Miho Omāni Bhai Miho 就像月影一樣 一刹那之間 火就灭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心中虔诚的時候 你的心中 与大悲心相应的時候 观音菩萨的月影就顯現了 顯現的時候 你的災難就滅了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不可思議的地方 超越我們的想象 所以 觀音菩萨 它的感應 或加持 是超越時空的 想一想月亮 今天有沒有月亮 好像你們也沒注意 下次有月亮的時候 你試試看 拿一個水盆 到政府主屋樓下 或者屋頂也可以 看看有沒有月影 一定有的 好 最後一段 請看 五點三 那我們就要結束了 講一個段落 好 下面一個 慈悲喜舍心 法華經裡面講 慈眼是眾生 悲心度有情 喜聞無上道 舍盡道方程 請這句話背起來 這個不是法華經 本身的經文 而是呢 古來高僧大德 在法華經感應錄裡面 寫 讚嘆法華經 所以 慈以慈 就是給眾生快樂 慈的 有慈悲的眼光 來看一切眾生 以悲心而生起 廣度眾生的 這個大悲願力 喜 這裡的喜不是興奮 是法喜充滿的 聽聞無上的成分 佛之道 這個成佛之道 廣義的說 是指一切佛法 狭義的說 專門指妙法 淋花經 最後一句話 請畫起來 舍盡道方程 你要把外面 一直舍 不失波羅蜜 舍到你內心的 所有的煩惱 都舍盡的時候 你就成就 無上阿諾多羅 三秒三菩提 所以請看幻動片 補充的 所以為什麼說 藏傳佛教 四菩觀音代表什麼 不是四個號碼 是代表 慈悲喜捨 是無量心 注意看 這張西藏的探卡裡面 觀音菩薩的 右上角 是 綠度母 左上角 是白度母 綠度母管 消災免難 白度母 講管 健康長寿 請各位翻開 二十二頁 第二十四行 明天我會介紹 觀音菩薩 有各種造像的顯現 西藏人 每天也都念 度母 我們中國人 跟度母語言 有些比較深 有些比較 沒有緣 我們中國人 大部分都拜 白衣大事 水月觀音 宋子觀音 可是西藏人呢 在這個 西藏的經典裡面呢 說當有一天 大悲觀音菩薩 牽手牽眼觀音菩薩 要廣度眾生的時候 他看到很多的眾生呢 出了輪迴 在輪迴裡面 一進一出 他非常的苦 他突然 大悲觀音菩薩 很難過 非常非常的難過 他突然退下 身體的 退道心的念頭 然後他想 眾生實在 太難度太難度 我生生世世 度了這麼多的眾生 滿了眾生的怨 可是眾生還是這麼苦 繼續輪迴 這時候他突然 升起了懈怠心 放棄 他說我不度眾生了 這時候呢 他的老師 阿彌陀佛 就說不可以 善哉觀世音 菩薩發了怨呢 是不可以退轉的 然後呢 他的頭就裂了 一千半 然後他說 老師阿彌陀佛 尊貴的阿彌陀如來 所有的眾生 那麼難度 那我有什麼力量 可以幫助他呢 他說有 我還有一個無上的妙法 可以幫助你 利益更多的眾生 是諸佛大悲心的薪水 就是 恩 摩尼 貴美 恩 當然西藏裡的傳承也講 他有念大悲神咒 就是 這個西藏藏傳的大悲咒 這時候觀世音菩薩很慈悲呢 就合掌了 就說好 因為你老師的加持跟鼓勵 以及有大悲神咒的功德力 我願意繼續度眾生 這時候他掉了兩滴的眼淚掉下來 右邊的眼淚就變成了綠度母 寡安 消災跟免難 左邊的眼淚呢 就滴了一滴 變白度母 所以西藏人對綠度母 白度母跟四壁觀音 都是為一體的 那你會有個問題 菩薩真的會掉眼淚嗎 會 會 他依眾生 為了眾生 這不是難過的眼淚 而是歡喜的眼淚 好 今天講經就講到這裡 時間有一點點晚了 告一個段落 明天從十九頁講 修持方法開始 還會介紹佛教歷史的演變 這裡我有個問題 要問你 Q&A 雖然很簡單 但是你要好好想一想 明天舉手的時候 要很小心 請問觀世音菩薩是男生 男性還是女性 哦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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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很容易啊 我再問一遍 你覺得觀世音菩薩是 男性的觀世音菩薩 還是女性的觀世音菩薩 答案呢 我沒有來選的題目 我先告訴你答案 A B C 第一個答案是 觀世音菩薩是男性 你可以勾 請舉手 你可以舉很多次 你不能四次都舉 這樣很偷懒 第二個 觀世音菩薩是女性的 你是第二個答案 第三個 觀世音菩薩是男性 也是女性 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答案 觀世音菩薩不是男性 也不是女性 想一想 你不要覺得這個很容易哦 明天一看師父 放灯片 我反問你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被我考倒哦 老菩薩也要想一想 你拜了這麼久的觀世音菩薩 他到底是男重還是女重 我曾經問一個小朋友 我說觀世音菩薩是男生跟女生 他說 師父我不知道耶 因為他都穿裙子 我沒辦法檢查 小朋友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很有赤子之心 好 今天是禮拜天 請大家翻開第九頁 我們念觀音回向文 打擾大家兩三分鐘 發願是很重要的 好 就看幻灯片 觀音菩薩 勢必觀音 来 請合掌 把心定下來 為自己 為家人 為新加坡 以及無量世界的眾生 現在的眾生災難真的很多 也很苦 所以我們都回向 然後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一句是兩句的意思 一個段落 請合掌 觀想觀世音菩薩 師必觀音 就在你的頭額前方 自己的身體的背後 就有無量無邊 有情 有緣跟沒有緣的眾生 我念完 你跟我一起念 棘手觀世音 慈悲大導師 你所觀世音 慈悲大導師 酒鎮無上道 安住長疾光 酒鎮無上道 安住長疾光 為連眾生苦 賦獻十戒身 為連眾生苦 賦獻十戒身 因何生得度 賦獻十戒身 因何生得度 賦獻十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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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惡業利固 輪回六道中 由惡業利固 輪回六道中 經歷成叉釜低速後 經歷成授才 莫猶得出禮 經歷成成树善根 得問菩薩明 欲掌大卑力献身身净土 常识称圣号 兼礼拜供养 忏悔诸恶业 增长诸善根 忏悔诸恶业 增长诸善根 唯愿垂慈敏 消我诸罪障 唯愿垂慈敏 消我诸罪障 放光照我身 疏手抹我头 干露灌我顶 洗滴我心垢 令我身与心 息皆或清静 令我身与心 息皆或清静 我愿尽此生 及未来季节 我愿尽此生 及未来季节 普与诸众生 说菩萨恩德 普与诸众生 说菩萨恩德 令笔贤归一 息发菩提心 令笔贤归一 息发菩提心 愿垂慈敏固 正名而设受 愿垂慈敏固 正名而设受 请看十一页第十一行 我们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希望这次大会的功德 利益无量的众生 也希望我们将来 成观音菩萨的功德 在极乐世界能见 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 好 很抱歉 今天时间有点晚 待会回去的时候 大家慢慢来 明天又是礼拜一了 要做工 记得你的菩萨道 又开始来考验了 奖金到今天完之 谢谢各位 明天见